新冠病毒引起的连锁反应还在继续 奢侈品行业也掀起了一场风波 正是疫情的爆发将代购困在国外 却将消费者困在了国内 代购们明显感受到了 因为中国消费者不能出国 奢侈品品牌的销量减少很多 那如今呢 代购充当着品牌方和国内消费者中间的媒介 以往对代购群体态度暧昧的奢侈品牌 也变得殷勤了起来 我们看一下价格方面 尽管销售量在下降 但是大牌们并没有价降多少 依然是按照平时的价格进行售卖 而原先依靠销售量维持生存的买手店 则在此时是撑不住了 随着奢侈品门店陆续的关闭 代购们正在争夺时间去扫货 他们依然穿梭在各个奢侈品门牌店当中 并在这个代购群里是同步直播 吸引着国内消费者下单 这时候存货也变得好像是豪迈了起来 有代购表示 自己几乎将自己手上的货 奢侈品的库存全部都卖完了 还有部分的代购 以此为噱头在朋友圈做广告趁机 涨价销售 不过这类似末日狂欢的场景 很快就到头了 因为多位代购都预判 疫情对奢侈品行业的影响 至少还会持续三个月左右 大概六七月份 可能拿到新的这个产品已经不错了 疫情带来的影响其实不只是体现在销售端的 我们看到全球疫情的蔓延 已经是影响到了奢侈品行业的产业链上下游 包括Chanel Hermes Gucci 在内的多家奢侈品品牌已经是关闭了 位于欧洲的部分工厂 根据投资公司伯恩斯坦 其实最新的一份预测报告就显示说 新冠病毒将会导致奢侈品行业在2020年 损失高达430亿美元的销售额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奢侈品行业从繁华走向沉寂 这将持续多久 代购们和奢侈品品牌们将会如何应对呢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好好地聊一聊 其实我就想说到有研究中心 它是联合发布过一个调研结果就显示 在计划未来一年内的奢侈品购买费用时候 与去年12月的调查结果相比 受访者的消费信心呈现进一步的下滑态势 计划减少奢侈品消费支出的人数 比例是从10%上升到19% 那调研还指出珠宝 包带 美容化妆品 在未来一年计划增加花费的受访者 占比明显下降 其中珠宝有48%下降到35% 包带是有43%下降到29% 化妆品是有57%下降到44% 消费者的信心下滑 也直接影响了代购的生意 大部分代购手上都会有很多囤货 他们在品牌打折时等待时机进行采购 囤货时间不定 品次也很高 失业的代购和购买力下降的顾客 对于奢侈品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 随着疫情的持续 奢侈品牌无法再乐观下去了 对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同时也是奢侈品行业的中心 意大利的奢侈品牌的大本营 像Prada, Cucci, Fergamo, Dolce Gabbana 还有Valentano这些大多数都是众所周知的品牌 全部都是意大利的出手的 当意大利停摆的时候 整个欧洲的奢侈品行业也就都受到影响 有业内人士用孤立无援来形容德国的状态 在普罗大众所知的奢侈品品牌当中 其实德国的品牌并不是那么多 大部分的售卖的商品 都是来自意大利像法国这样的地方 当品牌总部受到了影响 其他疫情不严重的国家 其实也会很快被波及到 更可怕的是 一线奢侈品品牌都拥有自己的工厂 其中主要工厂都在欧洲 而意大利品牌一般也都是 Made in Italy或者是Made in France 那意大利 英国 法国和德国 是高端奢侈品的主要生产地 据外媒报道 在纺织品生产方面 2017年欧盟最发达的成员 所在的西欧与南欧国家 如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 合计贡献了约80%的产值 大众在众多的制造工厂当中 奢侈品牌的自建工厂 也是逐步停摆了 3月18号 法国奢侈品牌Sanile官方宣布 目前根据全球疫情的严峻形势 在当地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之下 品牌决定停工两周 并逐步暂时关闭 在法国 意大利和瑞士的生产基地 暂停高定 高级定制 还有高级成衣 以及高级手工坊 以及珠宝的工作坊生产线 更早之前 Cucci就已经宣布 关闭位于意大利 托斯卡纳和马尔凯地区的工厂 Hamas也已经关闭了 法国42家生产基地 工厂停摆 带来的这种杀伤力其实更强 这会影响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奢侈品品牌的这种销售情况 疫情爆发在春季 刚好也是各大品牌 上新春季新款的时候 但是从今年3月初开始 墨尔本的时装周 还有圣保罗时装周 包括俄罗斯梅塞德斯 奔驰时装周 澳大利亚梅塞德斯 奔驰时装周 相继全部取消了 早前LVMH集团旗下的 迪沃尔推迟了早春度假大秀 香奈儿取消了原计划5月7号 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举办的 2021年的早春大秀 这是今年第三回 因为疫情来调整 时装发布的安排 那么怎么活下去 成为了奢侈品行业的 共同难题 疫情蔓延的同时 奢侈品品牌 也在不断地寻找自救的方式 不少停滞的生产线 被用于生产 洗手液口罩 还有防护服 呼吸机等等 防疫用品 以及医疗设备 其实就比如最近 最火的话题之一 就是路易威登 迪奥等食品母公司 法国的LVMH集团 3月5日就宣布 旗下品牌迪奥 胶兰和季凡西 生产香水和化妆品的 三大工厂 将会转作用作 手部消毒的水尘凝胶 但是并不会打上品牌的标志 这批产品将会免费地提供 给法国卫生部门和医院 去进行使用 像Gucci 还有巴黎世家等等品牌 将计划生产 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那其中Gucci 准备在意大利生产 超过100万个口罩 和5.5万套医疗工作服 该计划正在等待 意大利政府的批准 那疫情也加速了 奢侈品品牌线上的布局 在过去几年 奢侈品的线上经营 可以说发展得比较缓慢 奢侈品牌 对线上的渠道 是多有顾虑的 过去两个世纪 他们都接手线下渠道 认为消费者通过 触摸观看等深度的了解 才能对品牌 形成更高的忠诚度 而他们在精品店里 享受到的服务 也会增加消费的仪式感 而疫情之下 改变了Prada 其实改变了很多 比如说像Prada 已经是悄悄地登陆了天猫 开设了官方的旗舰店 产品就涵盖了 男女成衣手带鞋履 以2020春夏新品为主 目前粉丝数 已经是超过了3万 近期入驻天猫的 还包括了卡迪亚 还有George Armani 包括MiuMiu 还有亚历山大王 等等品牌了 看来这些大品牌 也都是等不下去了 其中被称之为 这个时尚最高殿堂的 这个巴黎和米兰时装周 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在秀场封闭 没有办法进行走秀的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说 以线上直播的方式 开始举办 那么这也是Shanel史上第一次 对于大秀来进行这个现场直播 3月3日 它的2020到2021的秋冬高级乘一系列 大秀在巴黎实况发布 通过新浪微博 还有腾讯视频进行直播 门店停摆 但品牌的数字营销还在进行 也可以说是进行得更好了 此次疫情无疑是进一步 推动了奢侈品行业 与互联网数字化的紧密结合 代工们都在期待疫情过后 奢侈品行业会迎来报复性的消费 他们也能够重转奢侈品行业 但是目前为止 这场全球灾难还在持续 没有人能够预计未来会发生什么 而可以肯定的是 行业的变革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也期待在这条变革之路上 各家品牌能够充分地发掘自身的优势 其实有的时候看直播 跟这个到线下体验 都一样是有这种消费的仪式感 或者是说有这种视觉的冲击力的 就要看你怎么去 真正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并且跟现在这个科技来结合了 那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财经世界就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